主播这一手处理,对面可能直接玩不了 我的号还没拿,你这应该是没验证,等一会儿手机验证一下 主要每次上号的时候都没配合上 这么强势啊 男枪能反暴者的野吗 QA追过去,W刷相位,走位接二段,A一套流血 先放个眼,不然草里有人就死 往前一个QA,一个点燃追上 等他闪现,我们这时候再一个W闪,攻走位 A一下,往前再翻墙到他脸上,再一个QA收下人头 先不再包过来,我的兵线怎么样 A一个果实,到他脸上 准备跳上去,他往下翻,那我们往下走 没闪的是吧 确定 QA一个W,加速 A一刀翻墙拉开,布隆还在,随便杀 能杀吗 距离不太够,那我们先把兵线处理了 因为他们是其他类质的,我们这一会儿 这线不处理一会儿,盖隆过来玩不了 真拉不了,所以我翻墙拉开,就是拉扯,就是美 完了,但他要空线了 那边赶紧打起来,逼他过去 为什么这里会有四个人呢 三分钟 你看我刚才这个兵线处理的这么极限 我现在还是亏很多 如果刚才没处理的话 直接可以退了 走于刀剑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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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 还有男枪 你是换纸袋还是卡平A呢 这我都不知道他是按S在等收割人头还是在换纸袋 兄弟们 我这几波 去游走拿的都是助攻去,我亏的兵线比我这 这拿助攻比我亏的兵线都多 很伤很伤很伤 这钱很明显没领先 拿着助攻拿我经验还亏了 就他这个人头拿着我还不好说什么兄弟们 还给我来一句我在换子弹兄弟们 那我能说啥呀 你看我现在亏了东西去抓人对吧,我四敌他6级 团队是优势的,但你们觉得我算吗 这就属于是投资性游走了 我去抓人之前先亏几波线还有亏杜城 先自亏500 刚才这几波游走应该亏了兵线和杜城亏了500块钱 第二段,这个人头我要,这个人头我要,这个人头我要兄弟 别再搞了 直接先亏500 如果你拿到人头就不亏,拿到助攻就小亏 没拿到人头被反杀,直接就崩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打法 都要围绕驱着器 提升我们的推线能力 推线能力提升了 推了现在游走 怎么都行 我从不妥协 现在差不多打W了,我攻击力160了都 等我7级一个W清兵 冰线清得快的话不亏的 线吃了我去游走 那这把先锋不要拿 优势应该也能拿先锋 我刚才亏了杜城,这先锋对面拿的我一塔没了 中路一塔掉得太快 节奏可能会崩了 现在没7级,NW还是会残血 后排兵秒不了 完了兄弟,你的大人450了 还行 我这些人都购乱了 这人都是购乱的 这人都购乱了 对这个人都购乱了 我这人都购乱了 咱们都购乱了 我这人都购乱了 我这人都购乱了 本来是什么 这么多压力 都购乱了 这人都购乱了 真购乱了 不要说 是什么 这么多压力 来,就梦出来节奏点开始了,现在我可以开始跑酷了 还追不 W出发上位 翻过去一刀,哎呀你别啊 这波男枪有点耿直啊 男枪有点梗子,这波问题你们知道出在哪吗 他在偷龙 偷龙我们这边肯定不需要去吧 对面发现他了,他知道对面来了,但他不会拉扯等队友 他只会在原地等对面过来 我们其实发现盖伦去的时候已经第一时间赶过去了,但他没等 他拉扯一下就好了 这就是脑子没转过去 现在他等一会我们就到了,全部人都过去了都 太死板了这有点 W,OK好闪 люб火, W,W,A,WA 他没闪 你怎么 A错了,可惜,我一塔要没了 差点卖错了,常见了刚才 来把锯齿,换一个穿甲,两剑穿甲装还可以 这南枪有点精彩啊,他3-1还是3-0打成这样 干啥?干啥? 没打着,不然追死他 无处可藏 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你要干啥呀?别搞了兄弟 这南枪他在乱玩啊 怎么处理盖伦吗?盖伦的话看我一会怎么处理 现在也不好说 先扔W把前排兵打成 这次用两套,吃不吃得到这个兵不重要 前排一套后排一套 因为如果前排兵我处理不了的,后排兵我轻了 他可以顶着那些兵过来A个爆破,一塔就没了 这波就先光网,不要追 不要深追 他没出草,他在草里等我 这时候我们只需要跟他拉扯就行 他没去支援我队友,队友3-3 优势是可以打得赢了 有的时候你去追他,他去支援 你追他,他反而把你当成目标 对吧 这波硬追被他蹲到我就死了 等我死了,他去追我队友 这时候就多打少 我们这波就等他过去 他不过去,我不过去 他过去了,我们再过去 对啊,一样的4-4 把线空带着 把兵处理了,A一下 对吧 这就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南枪刚才 就等一下我们就好了,脑子转一下 怎么又开始了 你说队友没有去帮他吗 我为了帮他,我一塔都没了 兄弟 但这小子 这不好说 有点 有点crazy啊 这把我们所有人 为他的一个节奏 一定是帮他帮到最好 中路帮他 帮到一塔都没人守 把下路的话也支援过去 这小子 好像没发现问题的严重些 发育 这波盖伦对线不要强 他应该去断线了,我也去断线 这波盖伦对线 我先哈 他就死了 这波他们两个应该死了 盖伦还有大 盖伦还有大 追过去 他一定死了 点燃加速 看他视野,往后远程QA W一场 搬前接二段 一个大招隐身等QCD 再一个Q技能A一场 就是拉扯就是没 打了三套被痛 一下都没打我 兄弟 QA W 往前追一下 可以到 走位 近战 AQA一闪拉开 极限 走位 上 我极限了 啊 嘿嘿 哎哟 这 船长这天降大招兄弟们 这谁是不得了啊 只有傻瓜 才会 死局啊 死局啊 这波已经极限了 什么操作上来说 这个大招的话就不可控啊 还有这盖伦 我杀男枪杀起来了 我人傻了 兄弟们 这男枪也太呆了 他属于是队友帮了他一整把 失望兄弟 养了个大爹 我操 关键他来我中复送兄弟 我操 我现在看到盖伦 我双手都在抖 这是怎么玩呢 兄弟们 这把大野呼唤一下会怎么样 这把大野呼唤一下的话 好无疑 早就赢了呀 这把他也要呼唤一下 游戏一定点了 现在要拉扯 不要被他靠近 靠近的话会死 好样子 担心 就是拉扯 虽然他现在他个人solo不要强 让我们拉扯 既不要让他A塔 也不能让他打到我 不管他下一波线 这个炮车 也A不了他 因为下一波线 他可以耗这个塔半血 但是他小龙他应该来不了 从不妥协 我们直接去打跟团了 这个塔掉不了吧 应该 给他家里压力大一点 OK 你看 小兵他这吃不完的 他扛塔的话就没办法 小龙应该有问题 来拉扯 龙应该有了 我这不去上了 我这附近肯定有豹子 这船长这把有点不好处理 这把既然这么需要拉扯的话 塞住了达吧 塞住了达拉扯 你能轻易秒人的时候就出功能 轻易秒不了人就可以出这个东西 打打打打打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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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再往前,A这个果实,往前再一个翻墙,思路要清晰,走位,还带走 这波思路学会了吗?兄弟们 你来我去,你去我来 就是拉扯,就是美 Holy shit 卧槽兄弟们 这也太极限了吧 他没闪,他没闪 哎呀 啥情况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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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伦来了兄弟 大宝剑来了 大宝剑来了兄弟 快跑啊 他还在兄弟,赶紧跑 我说世界赛怎么上盖伦呢兄弟,就他这怎么玩啊 世界赛是谁被盖伦爆杀呀 谁在黑他兄弟吧,我直接赚出来帮他深远 就他这我怎么玩嘛 我11-3被追着打 快跑快跑兄弟 一带版本一带谁 一带版本一带谁 带一带版本玩概率 经典呢 完了,大龙没了 我就知道 这蓝枪也真是的,怎么这么呆啊 先杀AD,大龙没AD再打的话会打不完的 你像那些炸弹人AD那种,他们都打不了龙 但有这种,哎,别打 别别别 少个人少个人 像这种 正常的射手英雄,我们就得把他处理 就把AD杀了,比打野杀的都有用 看他来不来 W,酷A,准备接着断,A一下,点一下,A一下 先杀两个,先杀两个,大招马上好 还可以再杀一个豹子,豹子有通呀 也可以先杀别人 我这里手术带兔一下 豹子肯定要蹲我 在这里,W挂上 跟过去 这里等他 他唯一跑的方式就是 我这里 好,这里不着敌 这时候应该我们去打龙了,对吧 这里有真眼 打龙,打龙,打龙 有真眼那就不用聚蹲了 最好还是蹲一下,金克斯大招可以抢 以这个男枪的一个动作,他的一个标 他的手法 我觉得金克斯大招可能会抢 阿典 听克斯刚才的位置好像是在打小龙 他扔大的位置应该在河道这里 哈喽 怎么打出被动 被减伤了感觉 哦,理解 这波抢龙太着急了 抢不到就撤好了 上手 这波子得有点呆啊 但我想不清的是,我一套技能为什么打不死他呀兄弟们 是什么东西把我减伤了吧 正常打出流血应该就够了 男枪平病 他们活不长 来,小心转弹 火长,一层 A场,W,Q,A场,整个大,A场,死了 盖伦死了 剩三个人,两个吹一个辅助 会不会也没必要拆完 感觉可以不用招击击决断了 看阿布隆是不是可以挡啊 是的 他那个盾可以挡我们的大招 他那个盾跟空墙一样 搞中了,哎呀兄弟点灯笼 OK不点,直接满 随时很直接啊 没人点他直接走了 跌着墙应该能吃的 撤了撤了,他们想要杀我 轮子应该还在追我 这不回家装备就可以了 我的夜是封人来 这波团一波就可以了 我这闪现终结游戏呢 怎么终结游戏,把C位杀了,硬推 把团开起来 干嘛呢 这么来是吧 A刀拉开 往后拉扯一刀 不要着急打被动,打被动的话会被他直接 A刀裂火刀吧 他那一刀我可能受不了 我杀一个他死一个 这么经典 这样的话结束不了游戏呀 杀一个送一个等于没杀 现在我们要知道多打少的机会啊 也许应该可以找到金克斯 不要防癌 不要防癌 打不及了 这不再绕回去 我应该可以找到金克斯 闭了 W拉扯 哇布隆还买了个变大的药 他体型太大了我点错了 我两套金子都打出来了,这不点燃如果能挂上金克斯就好 但是我又不得不撤了 W拉扯 没事没事 W挂上 Q大招 CD A刀 A刀 Q回血 一波一波一波 我操大优势兄弟们,让我感觉到一种翻盘的感觉 为什么 这咋这么难赢啊 估计是他们后期英雄后期阵容 给的压力太大了